挑战 拉丝糖拉多少吃多少 九宫格拉丝的食物 拉的长的可以吃一口 拉的短的只能吃剩下的 好 我拉了这么长 好歹这样长 有点长 对不起 好吧 还是你赢了 先来一个凝固的拉丝芝士吧 挺拉丝的 再来个拉丝玉米 这样还没吃完呢 嗯 这是啥呀 太高了 这次我的希望有点大 糟糕糕 真正松松 又来了 怎么又是我呢 从这个值得拉丝莲 哈 那是我的 鲁鼠披萨 布拉丁 这是我刚才自己掉的 高粱仪 第三轮,我先来 我先来 啊,你画过来呢 哇,嘎嘎肠 哎,好,就是我呀 是啥呀 满足 真是条 嗯,一口了 嗯,那最后两个拉丝蟹柳就是我的 嗯,今天爆多少吃多少 九宫阁便利店的食物 不撒出来的只能吃一口 撒出来的只能吃剩下的 第一轮,我先来爆这个泡泡水泥 这要算喷出来了吧 没爆脸上不算 你都飞油直上三年尺了,我先来 来一个便利便的芋泥雪被 估计你一颗也吃不完 满满的芋泥 羊脂甘露 哎,这还挺像,一比一还原 嗯 嗯,就把你下来,把你下来 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 你下来,你下来,我下来 真是绝 好,飞油直上三千尺 先来这个虎皮蛋糕 一口才不下 我看到你活子 我也没有活子 没有活子 来一个三文鱼沙 我替大家展示一下 寿司 哇,一点都不放空吃 来一个橙子罐头 忘了 忘了忘了 哈,是我的了 是你了 先来一个草莓蛋糕 全知道饱饭 哎,没想到你还没吃完呢,我就回来吧 哇塞 再来一个 不要停 我使劲塞 今天挑战一顿只吃 老样子还是一口 看到这啥没 老公麻将就让我吃一口 一口就一口 再来这个麻将糕点 闻着一股糯米的味道 塞不下还塞 既然是蜜肉糕的味 那就再来一个麻将软糖吧 这一口轻轻松松 就显你嘴大了 哦呦,多黄的麻将果冻 没一点点色 不,让我给我留一个 麻将巧克力 我太难了 这难了少吃点 人生就是如此 如此的吃这个 麻将糯米纸 嗯 嗯 弄了 就一口鸡灰 这是麻将棒棒糖 你要觉得它不是也行 我就不应该产生自我怀疑 这应该是个麻将 草原 看看啥事儿呢 哦 今天也会一只骂事儿 哎 哎 哎 倒姜麻将蛋糕来了 嗯 很可真中 最后一个麻将辣平糖 嗯 真脏爆了 哈喽姐妹们 咱们今天挑战两口吃完 名字里有拿铁的食物 吃完就是我的了 登登姐妹们 这个声音拿铁味马卡龙 你们吃过吗 这么好看必须一口秒了 嗯 竟然不那么厚甜 咱们接下来就吃这个 拿铁芝士小蛋糕 看这个奶香啊 嗯 哇姐妹们 一口下去软了香甜 拿铁的香味一下就爆发出来了 再来一口 嗯 给你给你 你今天怎么这么自觉 因为接下来是 味性热酱香拿铁呀 都叫我尝尝吧 姐妹们咱们再来一个 生烟拿铁味扎心饼干 嗯 现在竟然还是奶香奶香的呢 这个生烟拿铁味的土豆饼干 也是颜值与口感并存的姐妹们 呸 嗯 拿铁的口感跟饼干的脆香 结合得恰到好处 嗯 咱们生烟拿铁口味冰淇淋 再不吃口就化了 哇 姐妹们这个冰淇淋真的是 一口纵想丝滑 不过我感觉我两口吃完呢 吃完就拿了 你 今天一顿只吃三口 只能吃一口 今天我吃的可是网红串 你有串串表情包吗你就吃 这叫做你们手机里串串的表情包 这个鲁鱼丝串不是最好入口 嗯 这倒也难不住啊 可以一起吃的沫鱼丸串呢 一口吃不完吧 我可忍丸子不能忍啊 你得真正 棉花串来了 等于你不用谢 吃个明天的鱿鱼串等你半天了 一口了 诶诶诶就是我来了 我都知道是你想吃 这回总是吃迷你唐葫芦串了吧 你想吃哪鬼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不想吃了 我越吃越酸 还不是吃那个草莓串呢 本来有些大羊肉串 分我一串 我要是不分你了 那我再吃了 忍气吞声再来一个金针菇 跟塞牙呀 这个老乡的明古木炸串 我还想吃几口 这个颜值也太高了吧 买鱼串 嗯 还点奶油呢 别烤了 还会太不当机型了吧 姐妹们看看我今天能炫多少夹心的食物 哈喽姐妹们 我是你们的惠子姐姐 今天挑战一顿只吃一口夹心的食物 一口 吃完可都是我的了 姐妹们这个夹心饼干看着就好吃 嗯 果然草莓味都没让我失望 咱们再来炫一个我最爱的葡萄麦 这个可是在经典版好利物派基础上增加了燕麦呢 吃起来有一股燕麦的唇香 捏一捏软蓬蓬三层口感 平时会在工作忙肚子饿了 吃上小小的一个派就很满足 而且好吃低负担 下午茶拿来解解馋 嗯 都怪我这嘴 这好吃的居然一口秒不掉 就给你留一口吧 这个夹心大妈话有点挑战呀姐妹们 那你别挑战 这也塞不下呀 有了 这不就塞下了吗 脆脆的还有奶香味呢 好吃好吃 夹心海苔 这不是小意思 这花生夹心加上这个海苔味 真是太美妙了 这个夹心软糖也太可爱了 哇 真的还在爆浆夹心呢 这个夹心软糖好吃是好吃 吃点蘸牙 夹心棉花糖长得那小葡萄似的 这个葡萄味的夹心棉花糖好吃 不过就是更蘸牙了 蘸牙你别吃了 不要别不蘸牙不蘸牙 牛奶夹心巧克力好精致 姐妹们这个牛奶夹心巧克力脆香脆香的 嗯嗯 这个脆皮奶卷夹心看着就好吃啊 今天咱们来玩个新奇的 挑战一顿只吃50元九宫阁带电的食物 转到的食物 没超过50元的可以继续吃 超过50元的就换下一个人吃 挑战成功 你们就交出手机里闪电的导星巴巴 那我就先选这一杯最平平无奇的水 不过水跟带电的食物有啥关系呢 这是电解质水 这杯应该没多少元吧 上一瓶水直接喝掉了我五元 主打一个一滴都不能浪费 不然五元就白杀了 这个我知道 闪那个爽毛五毛一合 两个一元 真的才一元 当吃鼠是没感觉 反正才一元 酸管奇象 感觉来了 来自这高端的手机 才四元这么掏上了嘛 哟 来电话 哇 没接通呢 不过这豆在里面怎么吃了 应该不是让我卸了螺丝再吃吧 不能用捕鱼吃吧 我可不舍得 下一个吃 这个跟电油有啥关系呢 能不能长点见识 这叫电圣堂 就这几个屋檐 这下可不亏大了嘛 然而没饿 酸钱酸钱了 不过吃完这嘴里跟吃了沙子一样 这应该是全场最贵的了吧 咬咬牙对自己好一点吧 才20元 闪电蛋糕必须被祖传大勺 麦香丝滑 接下来要越来越小心 那就吃这个大嘴唇子 呦 还在灯光呢 这个长了个大智 放轻松三元 这个大智原是个化煤啊 好没味的 我真的很好奇 这个电饭包里 它能装一个能吃的什么呢 它不会真装了一坨大米饭吧 呦 这是一个大米饭 不过大米饭好像不能吃啊 吃的在这呢 这小蚕也太可爱了吧 能不能吃这包跳跳糖 就看到多少人了 反正继续吃 还剩7亿元我就选 8吧 正真好 挑战了很多次 依旧塞不进去 那今天就突破一下自己 真是自己腻了 还是塞得进去 嗯 只能口上的 跟店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打给他们 姐姐我给你看看 我相册里面的荷花 你能不能挑战一顿吃各种带蟹的美食 那就一起欣赏一下 你相册里面的荷花吧 我说你怎么让我挑战吃带蟹的美食 原来你的荷花土里有螃蟹呀 把你们相册里的荷花也分享出来 大家一起欣赏欣赏 哇塞 今天的主宫格也太丰盛了 露几兄子先吃哪一个嘛 进来这个鲜甜的蟹柳 哦 忘了剥皮了 鲜甜可以不弹着 这个小助理啊 让他给我安排个帝王线 就给我拿过来的腿 飞眼到家了 这真的是真过瘾啊 不是 这跟蟹有什么关系 香辣蟹干净面 好酥酷 就是塞多了有点咳嘴 哇 越吃越香 继续这个干锅香辣蟹 这里面好多肉 这蟹壳都酥到能吃了 楼汁蟹甜 一口一个比柯花嘴有意思多了 这是给我安排的一个迷你肉蟹包啊 哇塞 里面那味还挺丰富 我最喜欢吃肉蟹包里面的鸡爪了 哇 软烂口馋的 大年糕 哇 这蟹甜都是剥了壳的 也算倒这个蟹黄面了 这一圈啊 麻雀是一圈五脏俱全的 来一口来一口 这蟹味太浓郁了吧 满满的都是蟹黄啊 期待已久的蟹黄汤包 先来吸个汤 哇 这感觉一口吃了个大螃蟹 吃不过瘾了 完善不够吃 接下来就拿着我的祖传大勺 来炫这个螃蟹蛋糕 先铲这个小螃蟹吃 第一次吃这么绵密的螃蟹 蛋糕还是双层夹心的 我这一口真的是深渊之口啊 欸 欸